来 去哪 来 来 去哪 这期资料终于整理完了 为了犒劳大家 近期连续交班的辛苦 今晚我请客 谢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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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赐良机 今晚你可要好好交代 你和我们唐总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不不不 我们只是 只是 哎 美琪 那也可以聊一顿了 金玉系唐总的感情诗 我们都快好奇死了 不可以 我今晚也有事 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能有什么事 出入职场 可不要搞特殊啊 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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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密初夏今晚归我了 其他人去三球 我报相 这时候你怎么来了 今天有个家宴 需要他出席 刘主管 可以特拼吗 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 那提前祝唐总和初夏 用餐也快 走吧 唐总 咱们俩官宣之前 不是应该保密吗 你怎么能明目张胆地 去找我 这叫事前破店 只好官宣才更有可信度 唐总真是深谋远虑 把真身服装换了 等一下要去见奶奶 真毒 来 唐总眼光还不错啊 就是这个尺码会不会有点小啊 整个时装界都没有人敢质疑我的专业能力 那晚虽然喝得有点多 但我的眼睛就是尺 不是 我想说的是 我的手感 总之 我想说的就是我的记忆力很好 过目不忘 我换衣服了 奶奶 原来是你啊 原来是你啊 奶奶 您没事了 这缘分啊 真是奇妙 没想到 咱们俩这么快又见面了 我也是没想到 唐总就是您的孙子 多好的孙子呀 在家就叫名字吧 还叫什么唐总啊 在公司就要习惯了 毕竟没对外官宣 我们还是想以低调为主 我记得你之前说要离职 是不是景行欺负你了 奶奶给你撑腰 没有 没有 景行对我可好了 就是 没事的时候让我爬爬楼梯 送送文件 搬搬水 在他不开心的时候 让我离他远一点 在他开心的时候 让我给他包包汤 做做饭而已 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怎么能让他 干这么重的活啊 奶奶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可没有 唐总只是在鞭策我 其实还是很心疼我的 从今以后 你来服侍初夏 他每天工作累了 你回来给他捏捏背 泡泡脚 家里的燕窝每天给他炖 照顾不好他 我拿你试问 这不有孙妈妈 怎么还能让我亲自服侍呢 你亲自做了 才能体现出爱意呀 是不是 初夏 奶奶这样说唐总 唐总该不会生气吧 他敢 你以后就是唐家的女主人 拿捏住他 奶奶 我才是您亲孙子 等初夏正式进了门 我们俩呀 肯定还更亲近 你呀 不用争风吃醋 赢不了的 奶奶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初夏的 保证您在过几天出国后 把他养得白白胖胖 初夏的婚姻大事 这小子的婚姻大事解决了 我就可以放心地周游世界了 你记住了 我不在的时候 一定给我照顾好我的孙媳妇 那是当然 奶奶放心 我正向奶奶回国之后啊 看见到的是一个 完完整整的孙媳妇 哇 我好感动啊 看你们俩这么恩爱 我决定了 从今天晚上 初夏 你就搬进来一起住吧 不需要 看见没有 咱们家呀 就是这么个格局 被你搬进来以后 什么衣帽间啊 婴儿房啊 什么房间 都让你随便设计 奶奶 我们两个还不能住在一起 毕竟在一个公司 办公室练情 我们得低调一点才行 这点呀 你放心 咱们万贸 没有那种什么办公室 不许谈恋爱的那种 反人性的规定 我和景行的爷爷 当年也是办公室恋爱呀 这叫什么 上粮就不正 下粮随便歪 奶奶 奶奶奶 不是这样的 你说 我们两个整天 腻歪在一起 这新鲜感 不早就磨没了吗 唐景行 我看你是皮痒了 怎么能当这初夏的面 就说这种没有新鲜感的屁话 实话实说而已 孙媳妇 你看见没有 男人就得严管 要不然他就有歪心思 景行他爷爷 就是被我管了一辈子 临走的时候 对我那是念念不忘啊 您还念念不忘呢 爷爷都走了二十多年了 您貌美如花 能力强 咱们不找个夏家 我就是因为 貌美如花 能力强 除了你爷爷 谁也配不上我 初夏 景行这么优秀 你又这么漂亮 还不抓紧时间 弄出点周边来 这你懂啊 什么周边 就是生孩子呀 非得让我说得那么直白吗 奶奶 奶奶 我他 他不行 我不行 我怎么不行了 身材 脸蛋 学识 财富 还有健康指数 哪一点不吃接近晚饭 行了 行了 你别再炫耀了 你那 那么大的短板 你的性格你怎么不说说呀 奶奶 我是您亲孙子 您怎么能抹黑我呢 初夏 奶奶不是催生 也不是着急让你们生孩子 不算 就是有一点要求 我的曾孙生出来那性格 可千万别随他 唐老太太 好了 我也该走了 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俩了 好好地过你们的二人世界吧 您不是下个月才走吗 提前了呗 不要和我那些西洋红的姐妹们 周游世界了 不行 你个奶宝男呀 能不能别这么粘人哪 你说我一个老太太 管理这万贸好几十年了 好不容易看到你 能撑起一片天了 你能不能让我也当当 甩手掌柜的呀 可是 我们两个 为什么离那么远 好好的相处吧 我房里有惊喜 千万不要辜负我一片苦心哦 替我盯着他们俩 如果有风吹草动 马上就向我汇报 放心吧 不出一年 您就等着报葱孙子吧 好嘞 这个监控有人脸识别 每晚你们俩都要在这里 给我打卡哟 打卡成功 感谢您没把这个东西 对着我的床头 我是变态吗 不是 我说 有孙妈了 要这晚上干什么 这叫人工智能双管齐下 快进去看看 我给你们准备的惊喜吧 行 走吧 奶奶对待你每一任女朋友 都这么大牌照吗 我从没带女孩回过家 帅气又多金的万贸总裁 竟然会是母胎 solo 不知道奶奶要看什么 无脑偶像剧 整出这么特别的东西 连这个都是名牌 奶奶真的大手笔啊 这又怎么穿啊 这个怎么穿啊 不许穿 你别扔哪 这逛二手网站 都卖不少钱哪 谁卖二手睡衣 掉牌没摘就行啊 唐总该不会是害兴了吧 你不许穿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注意你的严性举致 我还是很相信 唐总的人品的 那个 咱们今天晚上怎么睡啊 要不 你地上 我床上 唐总这么绅士 应该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在这里 我是甲方 你是乙方 注意你的职业操守 我们明明是互利共赢 哪有什么 除了互利共赢 我还是你老板 老板请 这唐景星床比你人品好多了 唐总 你这么有绅士风度 奶奶把传宗接待 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该不会让奶奶失望吧 要不然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吧 领养 不行是吧 也对 你们大家族在意学员关系的 要不你使用超能力 找一个不需要你哄的试试 反正生孩子嘛 也就那么回事 我何必非寻找别人 现成的不就有一个 我错了 唐总 我脑子不行 我生的孩子是不行的 你帮过我吧 既然你这么有次支持你 让我再解放过你 你别咬 我没咬 我也没咬 可能奶奶准备了电灵妙床 你别咬 这么不小心啊 可别摔出伤了 订婚现场 就变成了绯闻现场 订婚 这位是何长熙 作为我们的首选 不要挨斗 白右兽和公司气质不符 即将回国的当红艺人 姜芷熙 她的咖位与形象 运文外貌十分地匹配 而且她的团队 那是相当地苛刻 我们难以下手 这是你们要解决的事情 万贸花高薰请你们过来 是让你们再教我做事吗 唐景行 帮我拿下预金 总之 给你们一周时间 赶紧给我解决 听见没 好好好 别再装听不见哦 奶奶可是叫你照顾好我的 姜芷熙还不错 方总监 你亲自续一下 尽量达成合作 好 我们正在与她的团队 进行密切的沟通 然后呢 我也相信 唐景行都怪你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腰松废土的都怪散架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们看到了唐总这么私密的一面 不会被灭口吧 秘书夏 我说你作为总裁夫人 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为了穿得进你订的那个礼服 我每天睡硬地板就算了 还得天天吃草 没精神装淑女啊 喂 我的订婚宴都准备好了吗 唐总放心 已经按照唐老太太的想法执行了 好 晚茂总裁唐景行 将与本周六宇神秘女友订婚 密初夏 进了大公司就是不一样啊 连工作服都是西装的 等我哪天升职了 还给我配车呢 人家不止工作好 还有个舍得给她花钱的女朋友 咱咋就没这个命啊 就那小白兔啊 摸都不让摸一下 我要不捞点钱多亏啊 少男于乐 你这剧能排第一 老同学 王渣 你女朋友都要和我帽总裁订婚了 你这还在外面赌 你出嫁订婚了 你出嫁订婚了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你天天在想忙什么 我这不是在外面挣点小钱吗 现在我有个赚大钱的机会 你要不要 你想怎么做 好好好 就按你说的做啊 奶奶 奶奶的品味还是那么土味 又让我想起另外方式的清晰 我美就好了 一般美 没品 感谢大家先来参加唐景晴先生 和秘初夏女士的订婚女士 小女 看你还能笑多久 谢谢 好 下面有请二位交换订婚戒指 有请 我以为会是个鸽子蛋 没想到是MM蛋 道具而已 挑三解四的 等我结婚的时候 当然会买一个鸽子蛋 不知道哪家倒霉姑娘会嫁给你 反正不是 好 那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观点啊 有请我们的准新郎 亲吻 准新娘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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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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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没想到唐总还挺有当偶像剧男主角的潜质 你配合得不错 可惜不会是女主角 好 下面我宣布 酒 酒 宴 开启 其实是个果冲的 不好意思啊 视觉上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两个人 初夏 其实我今天找你 是想求您把景星还给我 把景星还给你 什么意思啊 唐景星是我男朋友 那天我临时有事 才错把我们俩的房卡给了你 初夏 我真的很爱他 你不是有赵杰凯了吗 你把景星还给我 好吗 所以那天你说你要送给我和杰凯的礼物 房间里却是唐景星 是因为你拿错了房卡 他本来就只有一张房卡 怎么可能拿错了 不是 万贸展台模特 林晓东 信心 你冒充我女朋友的事情暂且放一边 你先来解释一下 当天晚上酒店的监控视频 你冒充我女朋友的事情暂且放一遍 你先来解释一下 你先来解释一下 当天晚上酒店的监控视频 我不想跟你说 这 解释一下 初夏 我公司有点急事 我得先走 你别急 我马上就回来 姐凯 希望下次带艾勒克先生设计的项链 不是一直拍模特的身份 而是主模特 我希望 那就期待艾勒克斯先生 为万贸设计的专属他做 那我就提前感谢唐总 和艾勒克先生的提拔了 干杯 拜拜 唐总 唐总你没事吧 喂 乐观的大秀 今晚 好 我带着护照 我马上赶过去 初夏 小彤 我来给你送生日礼物 给我下药 提前订好房间 你铺垫这一切 却把自己的闺蜜 推到了我的床上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小彤 这都是误会对吗 你说话呀 没有误会 你那天会和彤锦琴睡在一起 都是我设计的 小彤 那天每个环节我都安排好了 可是我突然间到着帮高定走秀的旧场邀请 这种机会能降临在我这种小摩托身上是老天在帮我 如果我能拿下这个资源 我以后在摩托圈就不再只是积极无名了 我也能和景行更完美 所以你把我送到那个房间 我也是你设计的一环 那时候他已经喝下那些药了 我不想让他随随便便找个人谢我 你很干净 又有男朋友 我料定你事后不会跟我争抢些什么 甚至都不会知道是我错的 所以我才让他替我去陪你 小彤 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利用我 米初夏 你别得了便宜还买乖了 你今天所享受的一切本该是我的 你要是不想要的话 还给我 林小姐 请注意你的用词 我从来没有属于过你 你也没有立场决定我的归属 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会外貌站台三年了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 难道我追求我喜欢的人也是错的吗 林小彤 我们的友情结束了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太难看的话 你就别闹了 唐清新 你宁愿娶蜜出下这样一个平庸的女人 你也不愿意看看我吗 林小姐 如果你当初没有动那些歪心思 那至少现在你还是 万贸的御用模特 但我现在告诉你 你已经被万贸解约了 我为了你为了万贸我做了 你不能这么推我 如果你继续发疯 我就把视频全部发到网上 到时候你想多好 我都帮你 保安 清新 我错了 你听我说你原谅了 你听我解释 带走 林小姐 请你离开 你自己会怎么 你自己会怎么 不是 我看看你 你自己会怎么这么伤害 你照顾一般 你去哪儿 他就没有办法 你自己会怎么变成 你很想像个结果 说你是无礼男 说对不起 看到一个女人为了接近你 能如此不择手段 我就明白你那天 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了 看来当一个年轻有为的商界才俊 不比当明星轻松啊 在外人看来啊 我是含着金汤池畜生的 天生富贵面 但我也是从机枪一步步走到今天 沾了那些照片 给我安上了一个风流浪子的标签 差点就葬送了爷爷 创建四十多年以来的家业 所以我不得不私自 占用你几个月的时间 陪我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让我给你一个安慰的拥抱吧 说非吗 咱们都算是共患奈的交情了 就当我这个小员工给你当老板的福利 多好的孙子呀 你占我便宜啊 我是替奶奶说的 我也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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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可能是惊喜 什么呀 你前男友来了 杰凯 别冲动 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赵洁凯 你给我问林郑脱桃是吧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事迹 我改变战术了 你女朋友跟别的男人订婚了 你竟然还笑得出来 我重申一次啊 秘初夏是我的前女友 你什么意思 唐景星要给我一大笔分手费 赵先生 请您出来一下 搞什么呀神神秘秘的 赵先生 我能猜到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但为了彼此的隐秘 我给你准备了Plan B 一笔足以让你满意的分手费 但毕竟你我之前并不了解 也没有彼此建立新人的机会 所以 为了订婚宴的顺利进行 我将在宴会结束后联系你 当然 如果赵先生不听取我的意见 同时你也想好了如何收场 请随意 王景星可以啊 他怎么找不上什么 你把视频发我一个 万一你们解来怎么办 哎 你个臭抛腿的 一笔足以让我满意的分手费 奢侈比集团公司的大老板 肯定不会亏待我 牺牲秘出下 惯我十几年不用奋斗 值了 你身为男人 就这么坦然接受了 这么没情趣的女人 我早也腻了 她女行能接受 我也算是解脱了 我要是有了钱 什么女人没有 赵解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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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过我吗 你欠了那么多高利贷害得我全家被威胁 我每天打那么多份工都不够还就仗着我喜欢你觉得我就无所谓对吗 你和你家人关系本来就不好 高利贷去收房子 这不就是你家人对你的补偿 我从未被骗我想吗 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未来以后啊 你规划的未来理由我吗 你住下 你现在前途一片光芒 这是我成全的你 你觉得如果我刚才闹场子的话 他已经会用你吗 这就是我给你的未来 你得感谢我 你 谢谢你 让我看见这些垃圾 去车里先休息一下吧 这边我来处理 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我来处理 如果你所见 我已经跟迷处下平行关系了 你 答应给我的那些东西 你现在可以给我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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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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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吃我吃剩的串串啊 目测这几块 你都没动过 怎么 你有串人变 传说中的霸道总裁 不是应该很嫌弃路边摊吗 你少看见那些无脑偶像剧 该不会你这些都没有的份吧 也 可以有你的份 唐靖强 谢谢你啊 一餐三百块 你谢我 你也太容易满足了吧 你说说一个聪明绝顶的霸道总裁 怎么撸个串 笨手笨脚的 给你 你胆子有点肥啊你今天 你这么大一个总裁为了安慰我 还要吃这些你也不爱吃的东西 我倒让你感动啊 少给自己的脸上贴肩 我哪有贴肩啊 本来我就很美 好吧 咱们这要是在演偶像剧啊 咱们无脑的这种台词 别人肯定会吐槽死 不 作为资深偶像剧美少女观众 我就喜欢看小情侣吵吵闹闹 这叫做 勇 而且借地气 行 静 资深美少女观众 静 资深偶像剧非目标用 我 我把我骗得突突专 因为你好骗人 我要把他们两个传成传 然后升级东京大猎谷 你叫东飞大猎谷 赵杰凯 我实验瞎了才会喜欢你 闺蜜心跳了才会想把自己交给你 幸亏那天晚上不是你 不然就太恶心了 你这个王八蛋 是女人太可怕了 是他们要的什么爱情 我要做女强人 我要赚很多很多钱 多大可以收购万贸那么多钱 毕竹下你 都真甜 嘘 今儿Start 蜜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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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蜜木公 你 蜜初夏 找我 老板 你们家朱大厂没靠手啊 蜜初夏你属狗的吗你 蜜初夏 蜜初夏 属狗的吗你 打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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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卡成功 主할 你这个星围队的人设不到 我没出现 radial 衣服 皮静 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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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大象大象 我去唱了 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 大象大象大象 小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没看到啊 合约我补充了一条 在桌子上 自己看 合约期内 乙方密出下除了甲方在场时间 不得擅自饮酒 为什么啊 昨天晚上喝醉了你该不喝 是你 你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们该不会打架了吧 我保证 谨遵唐景星先生的禁酒令 唐景星 唐景星 就要挺生口啊 密出下 是不是昨晚那顿酒 全怪你胆子里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那个 任人拿捏的卑微密出下 请叫我扭呼噜出下 我们 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同志 一起走向人生巅峰的合作伙伴 说人话 从现在开始我要专心搞事业 做一个让他们高攀不起的女强人 没有因为失了恋就一蹶不振 还不错 唐总 谢谢你 昨天还是帮了我很多的 其实你只是嘴巴多 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那算一张好人卡了 算小红花 自恋 我们现在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了 总不能那么磕他吧 不过在公司我一定会公司分明 唐总至上 请唐总放心 随你吧 今天周一再不赶紧醒书了 等一下自己挤地铁 老板你是要带我去公司吗 还废话 老板废 我快 老板废好 还是叫我初夏就好了 这个冲突我不太习惯 好乐啊 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昨天不是刚办完订婚宴吗 怎么不多休息一下 就是呀 都是老板娘了 还用得着这么磕手规矩吗 既然是来公司上班 咱们肯定要遵守规矩 真是话也要疼 主管 主管 老板娘 我今天没什么工作安排 你看要不要我帮你做点什么 帮 要不你把咱们门店的上线情况 整理一下 好呀 好呀 还挺简单的 好 这间公司在挑选单人 营销部人手不够 需要大家帮忙整理一下资料 你们是有空啊 大家谁看一下有时间啊 我最近在准备下季度的 新品设计稿真的没时间 我这边也忙得不行 每天还要加班 实在是没有额外的精力了 不好意思 最近没有够 我也特别特别忙 我有空 要不我试试吧 老板娘 这不太合适吧 我可以的 那就辛苦你了 这上面呢 是箱单 你按照上面弄就行 保证完成任务 如夏 你要是遇到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虽然说我可能也比较猛 但我一定会找时间帮你的 嗯 他要是没空的话 找我也可以 谢谢你们 你说这个秘初夏 望着总裁夫人们好日子不过 非得来上班 除什么呀 他现在呀就是个未婚妻 总得找个机会证明自己 不然一直当个花瓶 哪天没换她了都不知道 也对 像唐总身边 有样貌 有势力的女人那么多 他现在呀就是个未婚妻 我本以为湾茂集团未来的女主人 会像是 走以那种从基层就跟着唐总的心服 没想到是个刚毕业的 黄毛丫头 就这么个黄毛丫头 除了会魅惑男人 还能干什么呀 一想到我还要给她收拾烂摊子 不是皱纹都出来了 她那么爱出风头 以后肯定要回到唐总身边的 你担心得太早了 哪个狠角色会为了赚钱 在这里累死累活的 秘书夏 加油 好好干 证明自己不是个花瓶 花瓶 说明他们觉得 我还是挺好看的 大家好 叫我老板娘就好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总裁夫人 叫我魅总就好了 算你魅总 我等待在这里 我没见你 可能我没见过 我干得不得 我无论 我也想到你 不咬我 食热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完了 你完了 走啊啦 这个地方完成得不错 下次再画个方案啊 哎 好嘞 初夏 资料整理得怎么样了 都整理好了 我现在传给你 好 记得那个步骤再好好处理一下 好的 我找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明明就放在桌面上了 你再仔细找找 嗯 初夏 你真的整理好了吗 可别耽误总监的工作呀 我真的就放在桌面上了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哎 总监实在不好意思 初夏毕竟是个新人 要不我换一个人给你再整理一下 不必了 现在再做也晚了 我还是自己做 我 我 我真的都整理好了 我相信你 你也别难过 不过 你做也不一定做得合格是不是 哎 这个中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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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一来就倒了 这什么狗血剧情 一说家后脑上是长眼睛了嘛 嗯 也太会帅了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电脑在这儿 我检查了 真的没有这些资料 你们职场游戏这么玩 我从不插手 当你身为部门主管 心里总要有个动物 我会管好下面的人 别只经着下面人看 上梁端正下梁才能不走我一路 是是 唐总教会的事 那我先去工作了 医生 怎么样 唐总 蜜小姐睡眠不足 而且还有滴血糖 我已经给她输过药了 辛苦了 好 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啊 夜不归宋家带心睡觉 真有你的呀 蜜初霞 我昨天晚上加班都太晚了 我怕迟到所以就睡公司了 你是觉得万茂离开你就 转不动了吗 还是你想能拼命三郎啊 我不是刚接手还不熟练吗 对了 我的文件 我的电脑 自己看看去吧 我的资料 被删掉的资料 已经找回来了 下次记得 离开工卫时 记得锁平 唐总 我没发现你还要当IT男的前职啊 看你头发这么茂盛 我都没看出来 能力越强的人越低调 所以 你对我的崇拜 需要克制一点 唐总 YYDS 什么YDS 永远单身 你 你祈祷自己别一语成衬 从明天开始 你调到总裁办 当我的私人特助 年薪翻倍 年底十六薪 我已经交代好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唐总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少臭美了 我是怕你穿帮 把你留在身边可以好好监督 那我去当你的总裁特助 周一姐怎么办呢 她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 在我的亲自监督下 想要查出对你的资料做手脚的人 只需要五分钟 可是周一姐为什么会删我的资料呢 身在职场 需要多长一只眼睛 防人之心不靠 多亏了密出下的资料 我们对假日期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监测 结果推荐合作 好 你去通知法务部你一下合同 散会 我本子呢 唐总 我没有 我有些工作的事要跟您汇报 你现在有空吗 你是吗 我是营销部的实习生千千 等签下江主席之后有活动 可不可以多带带我呀 我想跟唐总多学习学习呢 可不可以吗 唐总 唐总 可不可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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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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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可以吗 唐总 老公 会议还没结束啊 老板娘 不是说等下带人家去吃兔兔吗 兔兔 营销部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需要你一个实习生 占用总裁的时间 跨机汇报 那个 菲菲 是芊芊 不重要 你的工作内容 直接找实属领导讨论就可以了 老婆 想好去哪儿吃了吗 那我先去忙了 演技不错呀 男人钱财替人挡桃花 这是作为总裁特助的分内之事 那个 你今天说话的语气 可以继续保持 不 一页范围之外 那是另外的价钱 我加钱 你升级服务 我才不会为了钱 出卖我豪放的灵魂 那加倍呢 前辈 前辈 刚刚会上这个 我有点没有听懂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选几个热搜话题 所以热搜都是我们做出来的 对啊 不然你以为呢 就是我们平时会找一些热搜 然后挂到上面 那有什么以后我不会的 我可以找你帮忙吗 可以啊 孙日可以过来问我 这要给你们部门的任务完成了吗 还有闲工夫在这里教别人 呃 那我先先去忙了啊唐总 刚刚会议我也在 有什么事我不能帮你清掉的 我又不像刚刚那个同事一样 连这种问题都要麻烦唐总 亲自解决 你凶我 吃醋了 咱们俩在公司还是要尽量保持距离的 以后这种秀恩爱的戏分 是要尽量避免的 这种爱吃醋的柠檬惊人设 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由我来扮演就好了 你 不适合 谁吃醋了 哎 我说秘初夏 你是不是开始为合约结束 提前做准备了 哎 来 来 你窝藏到哪个了 我帮你把把关 哎 那个穿白衬衫的 好像是营销部的 他好像可以啊 那个黑衣服的是不是新来的呀 看着也还不错 以方违背合约期内 与其他异性保持距离的条约 扣钱 唐总 我错了 我以后保证眼睛力 植入唐总 唯唐总 马蜀实战 把这计划刻在脑子里 对了 唐总 您等会儿还有一个日程 有个人要见 谁 牧师集团CEO 牧怀锦 唐总 这次来 我是想要点万贸 录注牧师的电商平台 给你 不好意思啊 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两个人 不愧是电商翘楚 沐总果然有备而来 唐总过誉了 宁小姐 你肯定经常往上购物吧 不知道你对我的想法 有什么看法 我 我不太懂这些 白领阶层的年轻群体 也是万贸未来的目标用户 我也想听听你的想法 像我这样有一点消费敏感体质的用户 确实会产生对奢侈品想要的渴望 但又会害怕 走进实体店产生止光不买的尴尬 在我们做温君调查的时候 确实发现有很多消费者存在这样的顾虑 但网购就会大大解决这样的问题 说不定也可以提高销售量呢 是的 网店的存在 可以解决实体店未能设计的地区 消费者值购困难的问题 也能最大程度拓展消费者群体 没错 没错 沐总的诚意和专业 确实令我心动 入住牧师的建议我会慎重考虑 感谢你的邀请 那我就今后佳音了 希望下次可以邀请二位去牧师做作 蜜小姐 你一定要来哦 好啊好啊 牧总那我送你吧 没想到蜜小姐竟然在万茂上班 我以为 以为我会在家做一个温柔贤淑的邪内助 嗯 我认识的总裁夫人 多数都是这个走向 我倒是没有觉得做全职太太不好 只是工作会让我比较有安全感 蜜小姐果然与众不同 我就是闲不住 蜜小姐 你之前有去过云京吗 云京 没有啊 怎么突然这么问 没什么 就是对蜜小姐 有一种一见入故的感觉 可能以为我比较大众脸吧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我先去忙了 好 辛苦你了 若鱼 慕怀姐 你还在幻想什么呀 什么事 嗯